无耻男子故意占我车位 反手买下整个停车库 加装铁闸门 这天和小雪回到停车库 发现自己的车位被占了 居然又是一辆雷克沙尸 是这个车位吗 因为是刚搬来这边 我就仔细看了一下 没错啊 是这个位置 你看看上面有没有联系方式 打电话联系车主来挪车 我点了点头 上前查看了一下 发现车主并没有留下电话 于是我就联系了物业 你好 我的车位被人占了 麻烦你们过来看看 好的 我们会跟车主联系沟通 提醒对方不要再占你车位 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搞得我一脸猛逼 小雪幸灾乐祸的说道 你们这物业态度不错啊 就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尴尬的笑了笑 接着又拨通了物业经理的电话 你好 孙经理 我的车位被人占了 刚刚我给你们的人打过电话 他说会跟车主联系沟通 还会提醒对方别再占我车位 孙华的态度同样没得挑 豆包先生 您放心 我们的人说过会帮您沟通 就肯定会帮您沟通的 问题是我都还没说我是谁 也没来得及说占我车位的车牌号 我想请问一下孙经理 你们的人要怎么帮我沟通解决 对方明显沉默了一下 豆包先生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的工作失误 您稍等 我马上就来车库 不意会孙华就过来了 他看了一眼占车位的雷克沙尸 然后对我说道 豆包先生 我们会马上查出来 这车是谁的 然后通知他来开走 好的 那你就尽快处理吧 孙华点了点头 然后拿出手机一顿操作 接着就打去了电话 你好 是车牌号12138的车主吗 我是物业经理孙华 你占了别人的车位 赶紧下来把车挪走 现在我们和车主都在等着你呢 事情很紧急 人家可没时间跟你号 赶紧的 不得不说孙经理这一番话 说得铿锵有力 无愧经理风范 但是过了十分钟 却根本没人来挪车 孙经理 看来你说话不太管用啊 孙华尴尬道 不好意思 我再去打个电话 说完孙华走到一个 我听不见的位置 电话接通后 就开始破口大骂 你磕是猪吗 我那种语气 你还听不出来 是什么意思 你赶紧下来挪车 电话那头传来不以为然的声音 不就是占了个车位吗 杰夫 你可是物业经理 你要连个车位都搞不定的话 那这经理也别干了 别人都已经找到我了 我还怎么帮你呗 得了 你要搞不定 那就换我自己来 不就是占个车位 他要是敢BB 你看我会不会打死他 说完那边 就挂断了电话 孙华气得直哆嗦 怎么摊上这么个小舅子 收起手机 孙华无奈的说道 豆宝先生 实在抱歉 车主因为有紧急的事情 暂时回不来 孙经理 那我现在没车位应该怎么办 这是我们的实质 我们当然不能让你没地方停车 这样好了 我们给你找个临时的停车位 你先停着 你看怎么样 我对这个方法并不抗拒 但却不放心物业 你给我找的临时车位 是有堵的还是没堵的 别我停在上面 又成了我占别人车位 到时候人家找你们解决 你们又不闻不问 我是不是还得给你们背锅 孙华一时雨夜 说不出话 算了 还是我自己去外面找个地方先停一下吧 你们最好尽快和车主沟通 这样的事情不想再有第二次了 孙华点了点头 好的 没问题 虽然孙华答应的很干脆 但我总觉得会有意外发生 当我三天后开车回家的时候 那辆雷克沙士依旧停在我的车位上 这车不会是停到现在都没有动过吧 我看着车身摇了摇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搞不好车主是真的有事 但这次的车身姿态跟之前停的完全不一样 很显然就是故意要占我的车位 我拿出手机联系了物业经理孙华 孙经理 你们这段时间的沟通好像一点成效都没有了 要不然你还是直接跟我说你们真的没办法了 让我去走法律程序吧 孙经理这边也很无奈 他确实极力沟通过 但是小舅子就是不听 豆包先生 我们确实一直在跟车主沟通 但问题在于 你们的沟通完全没有用 你们物业连这种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 那还是我自己来解决吧 你把车主的电话给我 我自己来跟他沟通 孙华听到这话顿时一惊 这个不行 我们物业有义务保护业主的信息 这不是我推诿 是公司有相关的规定 我也没办法 得了 到我这里全是规定 那些真正违反规定的 你们得什么都管不了 我没好气的挂断电话 看来还是得靠自己啊